今天所给大家记录的这三件作品 料子它特点很明显 就是列多 还有就是它的总水还算可以 你们在买料子或者直播间里面的时候 难免都会遇到这种料子 切开吗 它又没有的 然后整体做完 它又有花很多的薪事 还有工费啊 成本啊 又增加了很多 所以说我们给你们所记录的 也是给你们演示的一遍 遇到这种料子的时候 我们要怎么去雕刻 能把它的价值最大化 首先给大家看的就是 这种厚浆的这种料子 厚浆料子大家都知道 就是总水好 它会方种方色 然后这两个料子呢 它没有色 只是总水 就是列多 在雕刻的过程 我们这一半也掉了 然后这种料子好 做挂件 它列太多了 做不了 然后我们也想了一个办法 做一个摆件 利用好的位置的肉 我们全部把它保留 然后皮壳 我们也是保留了做的 皮壳不能去掉了 再去掉了完以后 它里面的肉都松散了 我们就是利用皮壳的神切处 然后把它做的一个造型出来 这样子呢 皮壳也有一个底色 跟肉的有一个鲜明的对比 然后所审扎的第一个体裁 它就是高山流水的 把好的位置给它保留下来 人物的位置 我们也是采用立体镂空的雕刻 背景的后面裂的位置 然后我们也是把它做成原始的那种形状 人镂空的 人壁裂的 肌肤什么的 壁掉的 另外一件也是一样的 总水好 有底色 有大一点点的那个村里 唯一的毛病就是猎度 像这种料子 就是这样子的 没办法 然后在选择体材上面 我们只能选择的做了意境的那种做法 吸取前面的一种教训 然后做的更立体一点 把它的那种意境感更强烈一些些 也是抓住皮壳跟肉的一种对比度 把人物也是采用立体镂空的做法 把它的那个景色 还有场景给它拉远了 然后呢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平时所常见的就是特色料了 达姆函的特色料 然后所讲述的这块料子 就是我们所说的物层好 里面肉相对的差一点点 首先呢 我们是把那个开窗口的那个位置渗透进去 把不好的肉子先把它掏空 剩下的就是皇屋的皮壳 然后这个皇屋 皮壳它比较的艳丽 然后整件作品 我们也是采用立体镂空的那种雕刻 主要是在选择体材上面 怎么去体现它 然后我们把白色纸留的一部分 做了一支的路 有一点昂望那种远方的那种场景 然后皇屋的位置 我们都是一贯的那种做法 把树啊皮壳啊那些印刃起来 还有就是说下面我们做了一些的 荷叶荷花 布布那种森林的那种场景 后面的部分好 我们几乎是没怎么动的 只是把皮壳那些该清的清干净 把皇屋保留下来 这件作品好在雕刻过程 我们也是花了很多的心血在雕刻 就像小伙似的那种 我看你这里有很多的心血 在这种地方 如果我们的两个一个 我们的家里有点害怕 你会有什么问题 我们还是不会有什么问题 我们的家里有点害怕 我们就把这个东西 我们也会有点害怕 我们可以去做 一切磅 我们可以帮忙 我们可以做 大家可以做 我们可以做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